哈囉大家好,我是黃雨晨 今天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特殊選材 還有高中都在幹嘛吧 特殊選材是台灣的另外一種升學制度 我們不希望透過學測的成績 只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 參加過什麼比賽去申請學校 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 幾乎所有學校都是有開特殊選材的名額 每個系也都是獨立招生 據我們交通大學百川學位學成有30個名額 但是我們每年報名都是超過六七八百個人 錄取率1%到2% 不是只不分系,假設是清大物理系 通常錄取人數三個、四個左右 你們學校有票人特殊選材嗎? 立山高中比較特別,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學校有推專程制度 我們這一屆有8到9個人是特殊選材上大學 幾月、十二月申請 對,跟大家學測一樣 都是投備審資料 特選的備審資料就是學測的Promax版 假設你一屆勝利通過 面試環落在十個月左右 之後就是放榜二月底到一月初 在學測之前 你是剛進高中就決定要特選嗎? 我自己是到高三才意外發現 高一高二的經歷其實跟特學上還蠻好的事 你有什麼厲害的經歷? 我... 我甄請的消息以物理光電、材料、電機工程為主 亞太國際科展或是台灣代表 拿到銀牌 我主要是供這個 其他的小東西就是學校熱舞社社長 參加過台北市演說啊 辯論那些的 那你有遇到什麼很厲害的同學? 在焦大百串面試的時候 我們會一群人聚在旁邊 面試時一個一個進去 當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聊天 是靠什麼專堂進來 有個女生她是寫小說 參加文學獎 獲得了二十幾個 再找下一個人 她說她主要是精靈頻道 YouTube頻道 我就是核廢料 再轉一個 她是比國際科展拿到國際金牌 另外一個是做讀書帳 是全國最大讀書帳 很多很優秀也很厲害的人 讓我打開眼界 最多可以面試幾個教授? 沒有限制 我面試了十三個消息 你想報一百間消息 只要人的第一道 都可以 就是錢包在庫子 報名費一間 一兩千兩三千 報人士的財產都讀在特殊上 面試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 通常都是有三位教授 中間主考官 他們會特別針對你的被審資料 做詢問 因為我在我的書審資料 就有說到我未來想要當一個 高科技產業的經理人 第一個問題就跟我說 如果我在未來職場上 遇到玻璃天花板 我會怎麼去解決? 你說什麼是玻璃天花板? 對對對 我那時候第一瞬間 我就想說 什麼是玻璃天花板? 就先跟她確認 我理解的玻璃天花板的定義 跟她說 男生女生 我們現在到同一個level 我們的工作能力一樣 但是我們卻同同不同酬 這樣的現象 他們就說 對 就跟他們講說 我會怎麼去做 我會怎麼去解決的 他們的問題就是 一拋一打一拋一打 用很快的速度 不讓你去思考 直接再問你下一題 因為我的個性 我很喜歡給自己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 我要怎麼去達到 練很多方法 我在升高中的初假 曾經發過一小篇貼文 寫說 我要在我高中的時候 設下三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做一個 我完全不會的東西 從零開始 那時候 隔幾天就是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的日舞是這樣的樣子 就看到很多學長結帳上面的表演 我就覺得 哇他們好厲害哦 看起來好有自信哦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 吃 我就想說吃吃看 大不了就多點心 就抱持這個覺醒 參加我們學校的日舞社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練舞的場景 一群人這樣排在一起 然後放一首歌 大家都做右左右右 只有我一個人做左右左左 牛娘 有些人放學就回家 我是一放學就到我們學校 練舞的一個進行年 我是抱持著 如果我沒有別人優秀 我就比別人付出一百倍的力 就是學校日舞社社長 有曾經表演過 20個學校的英文隱形 或簽了人數在上面跳舞 是真的在一起 第二個目標 在一個我擅長的領域 找到想要走的方向 因為我國中有比過 老讀跟演出 高中就繼續去試試看 在高一的時候 也就參加了學校的演說比賽 也順利的獲得了 代表學校參加北市演說比賽的資格 演說帶給我的影響也蠻大的 它會讓我在 極短的時間內思考 一件事情架構 然後說服觀眾的一個故事 我也因為演說在科展大志上 我這樣國寫就可以考高資 對 作為也非常幫助 最後一個目標是 我要找到目標 對自己負得起責任 在寫書審資料的時候 通常不是會寫到 我會來講我們要做什麼 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還蠻喜歡在一個團隊裡 帶大家領導一件事情的人 我高中的社團職位也是社長 同時我又蠻喜歡做科展 所以我就在我的書審資料上面寫說 我希望我會來成為一個 在高科技產業做領導階層的一個人 國中會考 那個時候我的成績 每個都是在一集 去一下一提 看到成績在那一刹那 整個爆哭 我就跟自己講說 我要相信我的選擇 也相信時間會讓每一件事有最好的發生 在高中 盡量讓自己過得精彩 不要讓自己有任何後悔的可能 準備會考這一段時間 辛苦你們了 好在這個暑假 休息身體健康 休息一會兒 可以用我 剛剛我說到的那三個目標法 這三個目標 在我高中時期 改變了我很多 很有目標方向感 知道我自己現在在做什麼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的IG 在這裡 我近期有新開一個YouTube頻道 裡面有分享 我高中都在做些什麼事 在未來特殊選材 初審跟面試 都會在做一些影片介紹 如果有興趣 歡迎也去追蹤 就這樣子 大家掰掰